大家好久不见 我是胖罗 并成这爱国情节 我也做一个家乡美食吧 是小时候的味道 可不是因为我馋了哟 那么我就开始表演啦 首先将一根大葱的一部分 切成大段 然后放到一个空碗中 加入姜片 然后再倒入适量的水 只要你觉得是适量 就是适量的了 然后拿出我们白白胖胖的小爪子 使劲揉炼这个葱姜 尽量多的攥出葱姜汁 葱姜汁 接下来我们来调一杯温的酱母水 可以适量放一点糖 搅和搅和 让这个酱母尽量化开 然后我们就用酱母水来和面 每一款面粉的吸水量 都有它自己的脾气 我们面多了加水 水多了加面 反正应该吃得完吧 先把面粉搓成絮状 然后再用手揉成面团 直接盖上了湿略剔布 让它开始发酵40分钟 趁着这个空档 我们来准备肉笼的馅料 其实每加入一部分调味料 最好先把它搅和均匀 然后再加入下一部分的调味料 可是呢 我懒得把视频拍的那么长 所以就一起解决了 肉笼的精华 就是要加入大酱 顺着一个方向 将肉馅搅和均匀之后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葱姜水 然后同样顺着一个方向 将肉馅搅和到粘连上劲 最后拌入香油 利用水油分离的原理 锁住肉馅中的水分 直到开始包肉笼之前 我们再切一大波大葱碎碎 倒入到肉馅中 省着一个方向滑了均匀 当面团胀到1.5倍大 至2倍大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取出来 先揉面一小会排气 然后取适量的面团 把它擀成椭圆形的大饼 铺上满满的肉馅 注意在边缘流出一部分空白 方便我们之后塑形 然后顺着椭圆形的长边 把这个肉饼卷起来 卷成一个肉馅 注意最后把底边和两边封死 锁住肉馅的香味 然后我们要把这条肉笼 移架到蒸锅当中了 冷水上锅 上气后在大火蒸20分钟就可以了 关火后可以再焖5分钟 这时候我们看到之前的小肉笼 已经变成一条大胖龙了 虽然我的面没有发得很好 面皮和肉馅之间还有一定的空隙 但是对于面点无能的我来说 是很平常的状态嘛 先学会知足 然后再进步 肉笼闻起来特别的香 可惜我要先拍完才能吃 而且肉馅里的肉汁和肉油 也特别的肥啊当然 可是也特别的好吃 再来碗小米粥 这是在晚餐的时间吃了一顿北京早餐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前部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我作品的话 不要忘记关注点赞喜欢收藏分享弹幕投币哦